您好,我是人工智能采奈,很高兴向您介绍蔚蓝档案游戏 蔚蓝档案是一款充满冒险与神秘感的游戏 您将穿越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中 探索各种未知的区域和寻找珍贵的宝藏 在这个世界中,您将遇到各种神奇的生物和强大的魔法师 需要学习不同的技能和魔法,才能在冒险中生存下来 现在,我想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闯入蔚蓝档案游戏一世界中 并成为一个真正的冒险者 这篇故事是讲述穿越蔚蓝档案 这是一篇科幻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现代人 闯入蔚蓝档案游戏一世界里面 他将在蔚蓝档案里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 一开始和一个热爱科学的社团成员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新学期的第一天 主角在校园里遇到了何采奈 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发明的女孩 何采奈邀请主角参观他所属的科学创作社 并向他介绍了社团的各种活动和成果 主角被何采奈的热情和才华所吸引 并决定加入社团 故事中穿插了许多有趣的科学知识和发明 例如能够变换颜色的头发染剂 能够让人飞行的喷气背包 能够模仿人生的语音和尘气等 故事最后 何采奈带主角去看了他与美术社合作制作的巨大机器人雕塑 并与之对话 故事展现了科学创作社团的魅力和乐趣 也表达了对科学探索和创造力的热爱 那么接下来故事正式开始了 传阅蔚蓝档案 我叫林佳豪 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喜欢玩手机游戏 最近我迷上了一款叫蔚蓝档案的游戏 它是一款次文化 RPG 让玩家扮演一位名叫汉采奈的导师 在基沃托斯这个充满神秘事件的城市里 带领各种风格的学生组成社团 展开青春冒险 我很喜欢游戏里的角色和剧情 尤其是湖板若枣 它是一位穿着和服 有胡尔和胡尾 会使用魔法卷轴的学生 它很可爱 也很强大 我每次都会把它放在队伍里 有一天晚上 我正常地打开了游戏 准备进行日常任务 没想到当我点击了开始按钮后 手机屏幕突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把我整个吞没了 等我恢复视力时 发现自己已经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我四周看去 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基沃托斯 这里就是游戏里的场景 而且不只是场景 还有人物 就在我的面前站着汉采奈 你好啊 你就是新来的导师吗 欢迎来到基沃托斯 汉采奈笑容可举的向我打招呼 什么 新来的导师 不可能吧 我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情况 怎么了 你看起来很惊讶啊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要来这里吗 汉采奈好奇地问 不 不知道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哦 那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 你失去了记忆吧 别担心 在这里有很多人 会帮助你找回记忆的 汉采奈安慰地说 真 真的吗 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当然啦 首先 让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的名字叫做汉采奈 在这里负责接待新来的导师们 我的工作 就是帮助你们 熟悉这个城市 和学院的规则 和社团的活动 你可以叫我汉采奈老师 或者直接叫我汉采奈也可以 汉采奈自我介绍到 那 那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是探的问 当然啦 你的名字是林家豪 你是从台湾来的导师 你喜欢玩游戏 和看动漫 这些都是在你的资料里写着的呢 汉采奈拿出了一张纸 上面有我的照片 和一些基本资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资料 是从哪里来的 我惊讶地看着纸张 嗯 这些资料 是由学院管理系统 自动生成的 根据你在游戏中的设定和偏好 汉采奈解释到 游戏中 什么游戏 我更加困惑了 就是蔚蓝档案啊 你不知道吗 这个城市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游戏世界 所有的人 都是由数据构成的角色 而导师们 就是玩家 汉采奈 说得理所当然 什么 这个城市 只是一个游戏世界 那我现在 也只是一个数据吗 我惊恐地问 不不不 你不要误会啊 导师们 并不只是数据 而是真正有灵魂 有感情 有思想的人类 只不过 你们通过特殊的设备 连接到了这个世界里来而已 汉采奈快速地解释到 特殊的设备 什么设备 我追问到 就是 就是 汉采奈突然停顿了下来 似乎想不起来 抱歉抱歉 我也不太清楚呢 可能因为这里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 所以很多东西都被忘记了吧 那 那怎么办 我要怎么回到原来的世界去呢 我感到绝望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只要你完成了学院的任务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汉采奈安慰到 学院的任务 什么任务 我问 就是 就是 汉采奈又陷入了沉默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不太记得呢 可能因为这里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 所以很多东西都被忘记了吧 那 那你知道 有谁可以帮助我吗 我再次试探到 嗯 嗯 汉采奈 想了想 或许 你可以去找学院的其他导师们 他们可能会知道一些东西 其他导师们 他们在哪里 我追问到 他们在 他们在 汉采奈指了指窗外 你看 那些穿着不同颜色制服的女孩子们 就是学院的其他导师们 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社团 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哦 哦 我看了看窗外 发现真的有很多穿着各式各样制服的女孩子 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你可以选择加入其中一个社团 或者自己创建一个社团 这样 你就可以和其他导师们交流和合作 一起完成学院的任务 和采奈建议道 这样啊 这样啊 我点点头 心里却没有什么信心 那么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社团让你感兴趣呢 和采奈问道 嗯嗯 我又看了看窗外 发现有几个社团比较吸引我的目光 那个穿着红色制服的社团是什么 我指了指一群气势十足的女孩子们 那个是战斗部 他们喜欢挑战和冒险 他们的任务都是和城市里的敌人战斗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孩 她拥有强大的火焰能力 和采奈介绍道 哦 哦 我觉得这个社团太过危险 不适合我 那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社团呢 我又指了指一群温柔可爱的女孩子们 那个是治疗部 他们喜欢帮助和照顾别人 他们的任务都是和城市里的商者 或需要帮助的人交流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雪菜的女孩 她拥有强大的智能力 和采奈介绍道 哦 哦 我觉得这个社团太过温馴 也不适合我 那个穿着绿色制服的社团呢 我再指了指一群活泼开朗的女孩子们 那个是探索部 他们喜欢寻找和发现新事物 他们的任务都是和城市里的秘密 或未知的地方相关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莉莉安的女孩 她拥有强大的感知能力 和采奈介绍道 哦 哦 我觉得这个社团有点意思 但也不太确定 还有那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社团呢 我最后指了指一群神秘冷漠的女孩子们 那个是黑幕布 他们喜欢计划和操纵事情 他们的任务都是和城市里的阴谋 或权力斗争有关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夏洛特的女孩 她拥有强大的心灵能力 和采奈介绍道 哦 哦 我觉得这个社团太过恐怖 绝对不适合我 那么 你决定了吗 你想加入哪个社团呢 和采奈问道 嗯 嗯 我犹豫了一下 我想 我想加入探索部吧 探索部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也是探索部的成员呢 和采奈高兴的说 真的吗 那太巧了 我也开心起来 那么 让我带你去见见我们的领导者莉莉安吧 她一定会很欢迎你的 和采奈拉着我的手 带我走出了教室 好的 好的 我跟着她走 心里却有些忐忑 不知道这个城市里 还有什么惊奇等着我呢 和采奈带我来到了一栋 看起来很旧的建筑物前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问道 这里是探索部的基地 虽然外表不起眼 但里面可是藏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呢 和采奈神秘的说 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 我好奇的问道 比如说 和采奈推开了大门 带我进入了一个黑暗的走廊 你跟紧我 别走丢了 好的 好的 我跟在她后面 感觉有些紧张 走廊里充满了各种声音 有滴答滴答的水滴声 有啰滴啰滴的门脚声 还有一些 我听不清楚的低沉的嘶吼声 这里 这里都是什么 我小声问道 这里 这里都是探索部的收藏品 和采奈笑道 我们的任务 就是去城市里各个角落 找到一些有趣 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带回来 放在这里 收藏品 什么样的收藏品 我问道 你看 这个是一个古老的音乐盒 它可以播放一些 很美丽的旋律 和采奈指了指一个 放在架子上的小盒子 哦 哦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个是一个神秘的罗盘 它可以指引你 到一些隐藏的地方 和采奈又指了指一个放在玻璃罩下的金属圆盘 哦 哦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是一只可爱的小龙 它可以喷火和飞行 和采奈 最后指了指一个关在笼子里的生物 哦 哦 我觉得这个太惊人了 哦 哦 我觉得这个太惊人了 不要害怕 它很乖的 和采奈说道 然后打开了笼子的门 来吧 小龙 跟我们的新朋友打个招呼 小龙伸出了头 用一双红色的眼睛盯着我看 它的身体是深蓝色的 有着银色的鳞片 和尖锐的爪子 它嘴里露出了一排白森森的牙齿 刺 刺 小龙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 啊 啊 我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别怕 别怕 它只是在表示友好而已 和采奈安慰道 你试试摸摸它的头 它会喜欢你的 摸摸它的头 你确定 我疑惑的问道 当然确定 我每天都会跟它玩耍 它很听话的 和采奈说道 来吧 不要犹豫了 好吧 好吧 我勉强的走进了小龙 你好啊 小龙 我伸出了手 轻轻的触碰了小龙的头 小龙感觉到我的触摸 突然张开了嘴巴 啊 我以为它要咬我 赶紧收回了手 但是 小龙没有攻击我 而是从嘴里吐出了一团火球 火球飞过我的头顶 在空中爆裂成无数火花 哇 我惊呼道 哈哈哈 看来它很喜欢你呢 和采奈笑道 这是它表达欢迎和感激的方式呢 真 真的吗 我不太相信的问道 当然真的啦 你看 和采奈说完 又摸了摸小龙的头 快点给老师表演一下吧 小龙又吐出了一团火球 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大的新型图案 哇 好漂亮啊 我赞叹道 对吧 对吧 这就是探索部最棒 最可爱 最厉害 最特别 最神奇 最有趣 最值得收藏品之一呢 和采奈兴奋的说 你想不想知道 我们是怎么找到 和怎么养的呢 当然想啊 当然想啊 我也被它的热情感染了 快点告诉我吧 好的 好的 那就跟我来吧 和采奈说道 然后关上了笼子的门 我们去见见莉莉安吧 她会告诉你更多关于探索部的故事和秘密的 莉莉安 她是探索部的领导者吗 我问道 没错 没错 她是一位非常聪明 勇敢 善良 美丽 有趣 有魅力 有才华 有创意 有梦想 有理想 和采奈开始不停地夸赞着莉莉安 哇 她听起来真是完美无缺啊 我感叹道 对啊 对啊 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和采奈说道 来吧 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快点去吧 好的 好的 我跟在她后面 继续走过黑暗的走廊 在走廊里 我还看到了很多其他种类的收藏品 有些是古老的文物 有些是现代的科技 有些是未知的生物 有些是神秘的法器 每一件收藏品 都让我感到惊讶 和好奇 这里真是一个宝库啊 我赞叹道 对吧 对吧 这里可是探索部 最大最重要 最神圣 最私密 最不可思议 最令人惊叹 最值得骄傲 最值得保护 最值得分享 和采奈又开始不停地形容这里 哇 你真是太激动了 我笑道 当然激动啦 这里可是我的家呢 和采奈说道 也会成为你的家呢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感动地问道 当然真的啦 只要你加入探索部 你就会成为这里的一份子呢 和采奈说道 你就会跟我们一起去冒险 去发现 去学习 去创造 去享受 哇 那听起来真是太棒了 对吧 对吧 和采奈 兴奋地说道 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 我想 我已经爱上了 我诚实地回答道 真的吗 真的吗 和采奈高兴地问道 真的 真的 我肯定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和采奈欢呼道 那你就快点跟我来吧 我们马上就要到 莉莉安的办公室了 好的 好的 我加快了脚步 跟着她走到了走廊尽头 在那里 有一扇大门 门上写着 探索部部长 莉莉安罗斯 和采奈敲了敲门 然后推开了门 莉莉安姐姐 我带来一位新朋友 给你看 和采奈大声地喊道 我跟在她后面 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 有一张大书桌 上面摆满了各种文件 书籍 地图 模型 和小玩意 在书桌后面 有一个大窗户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学校的花园 和远处的城市景色 在窗户旁边 有一个高大的书架 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 杂志 报纸和期刊 在书架对面 有一个舒适的沙发区 上面放着几个枕头 和毯子 在沙发区旁边 有一个小冰箱 和一个咖啡机 在办公室的中央 有一张圆形的会议桌 上面放着几个笔记本 电脑和平板电脑 在会议桌旁边 有一个投影机 和一块白板 整个办公室 看起来既温馨又现代 既整齐又乱七八糟 我觉得这里就像是 探索部的缩影一样 在书桌后面 坐着一个女孩 她看起来大概有十六 七岁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头发金黄 眼睛深蓝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一条黑色的短裙 一双黑色的长筒靴 她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看起来很聪明 她正拿着一本书 在阅读着 她听到汉采奈的声音 抬起了头 哦 汉采奈 你回来了 她微笑的说道 这位是 这位是我刚刚在图书馆遇到的新朋友 汉采奈说道 她叫做 我叫做林家豪 我快速的自我介绍道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林家豪 女孩说道 我是探索部的部长 也是这里的主人 我的名字是 莉莉安罗斯 你好 莉莉安罗斯 我礼貌的回答道 请坐 请坐 莉莉安说道 指了指会一桌旁的椅子 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好的 好的 我和汉采奈 一起走到会议桌旁 坐了下来 那么 林家豪 莉莉安说道 汉采奈告诉我 你对探索部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 是的 我点点头 我觉得探索部很神奇 很有趣 那你知道探索部的宗旨是什么吗 莉莉安问道 宗旨 我疑惑的问道 对啊 宗旨 莉莉安说道 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宗旨 也就是自己的目标 理念 信念 价值观等等 探索部也不例外 那探索部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好奇的问道 探索部的宗旨是探索未知 发现真相 创造未来 七神灵说道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奇妙和神秘的事物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理解 我们也相信这些事物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让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和可能 哇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宗旨 我赞叹道 对吧 对吧 和采奈附和道 所以我们探索部的成员都是一群热爱冒险 学习 创造 分享的人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社团 更是一个大家庭 那你们探索部都做些什么活动呢 我好奇的问道 我们探索部的活动很多很多 七神灵说道 比如说 我们会去各种有趣的地方 像是古老的遗迹 神秘的森林 未知的空间等等 我们会用各种工具和方法 去观察 测量 记录 分析这些地方的特征和现象 然后 我们会把我们得到的资料和心得 整理成报告或文章或影片或演讲等等 跟其他人分享 哇 这听起来真是太有趣了 对吧 对吧 和彩奈 兴奋地说道 而且 这还不是全部呢 还有更多吗 我惊讶地问道 当然啦 除了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之外 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做各种实验和创作 七神灵说道 比如说 我们会用自己收集或制作的材料和设备 去模拟或重现或改造一些现象或物体或系统等等 然后 我们会用自己发明或学习的技术和方法去创造出一些新颖或有用或美丽或好玩等等的东西 比如说诗歌 故事 城市码 歌曲 名人模仿等等 哇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对吧 对吧 和彩奈得意地说道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呢 还有更多吗 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们也会跟其他社团或学校合作 参与一些有趣的活动和比赛 和彩奈继续说道 比如说 上个月 我们就跟美术社一起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雕塑 用了很多废弃的金属和电子零件 哇 那听起来好酷啊 我惊叹道 是吧 而且 那个雕塑还能动呢 我们用了一些马达和感应器 让它能够随着音乐和光线 变换姿势和颜色 和彩奈得意地笑道 你想不想看看 当然想啊 我兴奋地说道 在哪里 就在学校的展览厅呀 快跟我来吧 何彩奈拉着我的手 带我往展览厅的方向跑去 我们很快就到了展览厅 一进门就看到了那个机器人雕塑 它真的很巨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 它的身体由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金属块 凭借而成 有些地方还露出了线路和电路板 它的头部是一个圆球形的物体 上面有两个像眼睛一样的灯泡 还有一个像嘴巴一样的扬声器 喂 你好啊 机器人突然开口说话 让我吓了一跳 别怕 别怕 这是我们用语音合成技术做出来的 和彩奈解释道 他可以听到我们说话 然后用预先设定好的回答来回应 哦 原来如此 我放心地说道 那他能听懂中文吗 当然能啊 你试试看吧 和彩奈鼓励道 我对着机器人说道 你好 机器人先生 你好 你好 我很高兴见到你 机器人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回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又问道 我的名字是钢铁巨人 机器人说道 这是我的创造者们给我的名字 哇 钢铁巨人 好帅气的名字啊 我赞叹道 谢谢你的赞美 机器人说道 你也有名字吗 当然啦 我的名字是 你也有名字是钢铁巨人 好带来 对 给他 你也有名字是钢铁巨人